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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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其实有一个方法 有一个更适合是怎么样的 这里打一个 比如说这样子 这里是 这样子 然后其实我一说你们就懂了 那这一边 对 然后这样子 哎呀 然后这样哎 你看到我这个我打字你们能看得懂吧 然后这时候就这样子 5 对吧 然后怎么样呢 对 这样子 应该5放在前面 这样才对 这样子看得会比较舒服一点 然后这里 然后这样子整个对吧 然后就这样啊 没有那就600 其实我这样一做你们就懂了 然后这样子 哎 哎 sorry 点太快了 然后我这里这样子 如此类推的 好 我就先把这个给做了 可以吧 然后这一段的话 我会一个那个加速 好 那一个你们现在看到了 那就是说你们这样子 A4如此类推的这样子把这个东西给一个做完 能懂吧 然后到最后 你反正就是我是打你好哈喽 你们就可以把你们自己 自己的一个信息给打上去 懂吗 然后比如说 你这里比如说中英文了 还能怎么样 比如说我这里就哈喽 因为我没有中文字体 我很少用中文来排版 因为中文排版第一个难度太高 第二个就是说 工作上面暂时都是用黑体 就是都是用黑体 那比如说还有一些比如说不同字体 对吧 或者像我自己比较常用的两个就是academic的一个字体 因为写以前写论文的时候很常用的 第一个这个 那个tiny rumor 然后那个avel 那个应该是这么读吧 都行吧 你们知道我说哪个就可以了 这个tiny rumor 还有这个 呃 一字头这个 a r i a l 这个两个官方字体 然后通常反正就用这两个 然后再下来可能就是啊 我通常我自己啊都比这边默认的话是这个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我好像这么读 那再下来好像有这里一个细细的 你们就看自己一个情况 然后呢就放自己一个字体 当然就对就这样子 然后最后怎么样了 对啊 a4打印出来 然后你就放 最后你你反正如果你排个板 我觉得你不敢比a3子大 然后这么一排哎 那不就搞定了吗 对吧 就很简单 或者还能怎么样这张子 呃 这样子 就是说字体不单单字体颜色 就是说你可用一一些就给自己 比如说我这个红色 我这个黄色 对吧 然后这个绿色 对吧 比如说我这几个是我惯用色 对吧 就惯用配搭 或者我可以这样子 比如这样 这样 然后我红蓝黄绿 我这个就是弄几个惯用配 就是说在网上上面找嘛 就pinterest那边 其实这些方法你们都会 你们只是不愿意去做而已 你们肯定都会的 就是说我弄可能是说3 可能我这个3 我这边没有我就3个 然后我这里不是4个 我这里是4个 然后我这边是怎么 我这边6个 就是说我弄一些这样子的惯用配搭 然后通过这个配搭 然后去获得 比如说 比如说红色是一种愤怒 对吧 橙色廉价 或者一种喜悦 然后通过这样子一种理论配搭 就是说不同颜色给不同的刺激嘛 然后通过颜色的这样子一个的 怎么讲 一个的这样子 一个on understanding 就是说自己的一个理解 然后去做出一些惯性的配搭 比如说我这时候我做些清新的 那我可能我这这一排是清新的 我上面两排是什么 是一个就是说一种快速 就是一种怎么说奢华的 懂吧 就这样子弄 你要有自己的一个颜色配搭体系 然后到时候你看 有时候就可以弄一几张这个东西 然后看哇 这个好像很方便的 就这样子 就说你到时候一拍 哦 我这次我就直接用这个吧 然后我可能这里我设定好一些惯用色 那这样子的话 你做起来就示范功倍 但是这种情况颜色是怎么样 在你有固定的一家公司认知或固定的火 或者同类型的火的时候才能这么用 如果不同类型的火 这一招是不行不通的 为什么 因为你不了解那个行业 你不知道它的一个颜色取向等等的东西 但是上面的字 它一定是通用的 对好 那颜色就讲这么多 还有这个文字 好 那就谢谢大家